愛多美的夥伴們大家午安 那我叫王玉婷 國王的王 然後金部的玉女部的婷 那我今年25歲 那我來自台南 那大家都對我比較陌生 因為我平常都出沒在中心 但我哥哥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我哥哥是十二多的中心長 王冠窯 對 大家知道對不對 好 那我是雲科大畢業的 那我唸國際專案管理系 那其實就是 除了我平常學習的管理呢 那我自己也會畫畫 寫文章 我當初就是在想說 我畢業後要做什麼 我可能就是找一份正職 那再成立我自己的工作室 去做這個兼職 這樣子我一個人就可以有兩份收入 但是我想說 我上班都這麼累了 我就是還要兼一份工作 然後就是非常辛苦的 才能去撞到這個錢 我可能休息時間不能跟朋友 去吃飯啊 出去玩之類的 對 那我們為什麼會接觸到愛多美 是因為媽媽的一位朋友 她那時候就拿牙膏牙刷 來跟我們分享 我們那時候就用牙膏牙刷 我只覺得說 這牙膏很好用 但我沒有多想 那她當時還有給我們一片 董事長的DVD 就是董事長拿著商品 然後介紹說 公司的理念 我媽媽就是在丟掉錢 想說好啦 來看一下好了 然後不看還好 一聽就想說 哇 這董事長也太特別了吧 我們就是因為被他感動 我們才決定說去好好的了解 愛多美這份事業 那除了說當時在台灣 有愛多美的說明會可以聽 那我爸爸跟我哥哥也飛去韓國 去看了愛多美的工廠 還有他們的成功學院 我們就想說 哇 就是這麼多的人 都在聽愛多美這份商機 然後我們就回來 就是加上用商品 我們就決定說 不管愛多美有沒有要在台灣落地 我們都要好好的經營跟推廣 那像當初我哥哥在家裡面 就已經在講制度 因為我那時候還大肆而已 所以就是我不是很懂愛多美啦 但是我回家 都會聽到我哥哥在講制度嘛 我在旁邊聽 然後我就越聽越澎湃 反正就是沒什麼感覺 對 但是就是聽完就覺得 哇 愛多美太棒了吧 我也會開始去使用商品 那跟我的朋友去分享說 欸 愛多美真的不錯 有一間韓國的公司 要不要一起用用看啊 要不要團購啊 那就是等我畢業之後 就是更加的了解愛多美 那我個人的話 我是比較喜歡 就是啊 我都很喜歡啊 就是像我就會跟我朋友說 欸 我們以前用那個BB霜 是用一個開架品牌 叫妹X零 你們知道妹X零嗎 知道齁 對 它有一罐就是藍綠色的 那一罐大概價格320塊 特價290 但是我們愛多美的BB霜 我們透過團購才多少錢 對 我們才255 非常的便宜 我們的抹上去是非常的透亮 就是一抹上去馬上變正 對啊 我就是喜歡在那個 我們中心示範給夥伴看說 欸 你看就是我的妝前妝後 是不是差很多 就是人家一看就馬上就買了一罐這樣 那我朋友也很喜歡 那我覺得其實年輕人並不是很懂 就是什麼團購啊 什麼傳直銷 所以我們說要盡量的讓他們先使用商品 讓他們去用用看 他們才會覺得說 喔 這東西不錯 才進而願意了解說 如果我去推廣 我也可以得到一份不錯的收入 他們比較有心想要去經營啊 或者是說 不會覺得說 喔 我爸媽這是老傳銷 又在跟我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而且還拿我的帳戶去當人頭 對 是不是 大家都有這種感覺 那 像我在愛多美我覺得很棒 就是 我就是生活處處愛多美 我跟朋友吃飯我就無意提起說 欸 我最近就是髮質不錯啊 可能是愛多美的洗髮情報 那不要一起買啊 就是我朋友就可能說 喔 你只要這樣講 那就一起用用看 那我覺得在愛多美很好是說 像我自己是雲課大畢業嘛 但我就想說 我不見得一出社會 或者是保證兩三年過後 我就能得到五六萬 或者是更高的收入 我可能要二三十年 我才能一個月有五六萬 而且這不是被動收入 但在愛多美 你認真個兩三年 是可能七到十萬 甚至是更高的 就是你多努力 你的收入就有多少 對 我才決定說 喔 那我要好好的經營愛多美 只要見人就分享這樣子 那 像我在愛多美的目標的話 我是希望說 輔導 就是也不是輔導 就是因為我年紀並沒有到那麼 你知道 經歷沒有那麼深 但是我可以盡我的能力去分享 然後去協助夥伴 然後我也是希望說 能過大概在三十五歲 我就能自由自在想出國就出國 那或者是買一間房子 約朋友說來我家住啊 我們一起用愛多美的商品啊 就晚上一起揪住我臉 這樣很自然的去分享 那我希望就是 能協助更多的夥伴 在愛多美成功 謝謝大家